美國很多就是從非洲進口的什麼 那時候解放黑奴之後 哇 就到處亂撞 那黑人也有很客氣的喔 你比如說到一些比較 一些比較 就是說 不是比較靠內陸的喔 然後那些州 然後呢 或是在南方的黑人 相對的喔 就 哇 這很熱情的浩克 我最討厭的就是紐約的 那我們就解放黑奴前 就已經跑到紐約的那個黑人 那個態度很多都非常惡劣 尤其他根本搞不好就是 他在紐約 搞不好他是租房子的 住在破公寓裡面的 但是他看到我們在亞洲臉孔你知道嗎 那個樣子就是要把他扒下去 真的喔 哇 跟大家如果說這個 就是要把他扒下去 就跟如果說你有去大陸 你去中國大陸裡面 大概最驕傲的就是上海人 最驕傲的就是上海人 不管他在上海做哪裡 然後呢 你如果在國外 遇到那個大陸出來的人喔 上海人講話特別大聲 因為他就覺得他是 整個中國最發達的國家 發達的地區 他的資訊是最新的 他是最最摩登的 然後呢 是 就是這邊是中國最好的一個地方 所以即使他就是那種上海的那個 真的是窮人家 就是也是一套破公寓 你搬走你就一定要搬離 到到離上海多遠的地方 他一講到 他們講他們在很調不起其他 其他長分的 縣市的 我在台灣代替人經驗也曾經有這樣就是 那個上海人喔 上海人 其實大家知道嗎 越有的喔 越低調啦 如果越大聲 去年輕輕的那些都沒什麼好 像我這種都沒什麼好 去年輕輕的說得好像真的 對不對 像我們車上我就看到 非常低調的人非常多 因為錢太多才來看白錢光 你真的就是相當 就是很低調喔 然後他就跟我 他就在耳朵旁邊就跟我講 你知道嗎 他因為 那時候比方說去阿里山 大概三四年前 我們到處都是那個大陸客的時候 那時候我在台灣也 有時間也會帶這個大陸遊客 然後在景點 不管在故宮哪裡都到處 那個 有一個從頭到尾 進店都不買東西你知道嗎 他就湊過來 每天拿一個那個 有茶葉飄在水壺裡面的那個茶 會去那種手放後面 大家知道那種客人嗎 然後呢這個 譬如說 哎 阿金 因為他們不知道柏青哥 他們沒有聽過柏青哥 我拔青哥還沒聽過 我就叫客人叫我阿金 他說阿金 我跟你講 在我眼裡這些都是鄉下人 這樣跟阿公你知道嗎 你看他們的同胞 在景點 他說在我眼裡這些都是鄉下人 好 我就給他記住了 我就看你怎麼表現 你懂我意思嗎 我看你怎麼表現 你去觀光嘛 你講話這麼高調 我就看你的實力啊 一站兩站有沒有 茶葉啦 靈芝啦 因為大家知道嗎 在台灣一圈 可能台灣人都不知道 但是大陸那個 外面遊客都知道 台灣特產在哪裡 當然 到了中部 大家知不知道 日月潭要買什麼 別說阿婆茶葉丹 那個樓 日月潭要買什麼 別說紅茶喔 要買零錢你知道嗎 要買零錢 去阿里山不用說阿里山就買茶 阿里山是不是要買茶 對不對 阿里山要買茶 到了高雄買什麼 蛤 要買零錢 有鑽石之騰 我們切割工藝是好的 八心八見 真的啊 神經高雄是全世界鑽石加工 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好 極克拉以上的全世界鑽石加工